剛與天氣模擬風場結合一起時 它可以模擬建築物周圍的侵流 翻極強風匯局的情況 我們預計能夠預測像夏聰這樣的現象 台北101秀在大螢幕上 中文旁白正是AI教父黃恩軒 用虛擬AI打造的聲音 2號他到台大演講 談到氣象預測 被視為未來AI重點領域 在台灣的中央氣象局 是用這些模型來更精確的預測 台風登陸點 但我們並不止步於此 下一個前沿是超本地預測 能精確到數十米 中央氣象局已經率先採用 S2雲端API 利用AI加速創建 對全球氣候天氣的高解析度模擬和視覺化 精準度提升到兩公里 黃恩軒一場演講 讓台灣登上國際版面 這位超級吃貨 也不忘提到來台一週的 台灣美食精選 通話夜市水果攤 通話夜市非常好 因為有一個女人 她在那裡工作了43年 她是果花女人 在中央的區域 在中央的區域 去找她 好嗎 很讚耶 很讚耶 日前黃恩軒獨家在華視鏡頭前 向大家介紹最喜歡的通話夜市水果攤 這回直接被老黃在國際版面上大力宣傳 她也始終不忘說出滿滿感謝 謝謝 謝謝 AI教父黃恩軒這回再度刮起旋風 從她在台灣的行程 再到登上台大舞台演講 都能看出她對台灣滿滿的感情